因为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和满足啊 就是神的同在 如果你不认同 你也不觉得 你不选定神同在是你最大的喜乐和福分的话 你就是很失败的基督徒 你今天可以没有钱 没有人 你必须要把神同在 看为最大的喜乐和最大的福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当你讲神同在的时候 就是你相信神把自己赐给了我们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 神把自己交付了给我们 祂不给你钱 祂不给你福气 祂不给你喜乐 祂把自己交给你的时候 没有这个比任何更大 相反的 如果你失去了一切 为主的缘故所有都消失了 都损失了 为了得到基督的时候 你内心仍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从中得到喜乐和满足 就像保罗所讲的一切过 他说我为他 耶稣基督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愤苦 为了要赢得基督 我们今天活在社会里面 所以今天的成事人 讲这句话是很难得有挑战的 因为你有车有房 你有工作 你有你的房租可以收 你有你的产业 那些 当你讲经过的时候 你到底明白在讲什么吗 我还有我的iPhone 还有我的Note 2 Note 3 还有我的兴趣 我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去讲 踏脚车的 当你再讲这些话 你的身边所有的东西 是有冲突的 所以保罗讲的一句话 他不是开玩笑讲 也不是讲爽的 保罗真的是抛弃一切 看着愤土 不要再抛弃他 神同在 得着基督 是看你的心态和你的态度 愿意放弃过上 我从我的过去 从认识主的开始 到今年来看 摆在我面前的 有人给我很多的offer 我因为要服侍主 而放弃了一些 对我好的东西 所以我不敢说我100%像保罗一样 但是我尽量在学习保罗 因为保罗也在认识主 所以你们 如果你的人生 也是为着主而撇下世界的话 主的喜乐要充满你 而且那种喜乐的满足 是哪里形容 就要到今天 就要到故事 现在迟迟神的 故事所经历的这样 我不能告诉你 我心里面的喜乐 是我不能够诱惑 以跟你形容的 虽然我差不多 没有功夫 差不多要 按人讲 我是差不多要失业了 但是我心中的喜乐 是不能够用话以跟你讲 是很喜乐和平安的 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不只是物质上的 或者那些能够看得到的东西 神乃要将自己 永恒的生命 那喜乐的源头 完全地赐给我们 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最大的福分是神的同在 阿们 所以我要你 调下你的态度 笛笛笛